刘芙琳仔细回忆着 与小野对话的每一个字 没有任何纰漏 小野应该已经上钩 很好 他的计划成功地迈出了第二步 第三步至关重要 如何让小野相信他假叛变 这是计划能否成功地关键 刘桑 我们可以继续吗 可以 你有什么尽管问 您和您的太太 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明国二十三年 什么时候结婚的 爷是明国二十三年 别拿户籍上的资料糊弄王 什么你太太你太太的表白 统统都是假的 这是你们共产党惯用的老套路 并不新鲜 小野 这都是你们的无端猜测 别相信 是 这都是我们的 我是农党的 您的顿问 人吗 您温暖教授 你这一家计划 我对你更换报员特别感兴趣 我来试着猜一猜 按你们的话说 你和他在工作战斗中产生了感情 但由于某种原因你们不能结合 所以为了方便工作 你的上级把他调走了 您的表情告诉我 我的回答是满分 说出来吧 心里能好受些 然后呢 接着 接上那警笛声就响了 很爱 非常的爱 你想不想见他最后一面 他在哪儿 小野 他在哪儿 你告诉我他在哪儿 好 你很快就能见到他 带回去 后来呢 他说他会把 把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方去 把敌人带到什么地方 一个仓库 什么仓库 你记一下我备用的藏身力点 松江仓库 松江仓库 我 不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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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 我 刘伞 这个中国女人的确很美 连我都忍不住想 是谁打死她的 是一个叫丁明德的 开了三枪 对不起 刘萨 打死了你心爱的女人 我很抱歉 但为了大日本帝国 为了大东亚共融圈 我迫不得已这样做 希望你能与黄金合作 想让我合作可以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你说 我要亲手杀了丁明德 为什么 我要给我心爱的女人报仇 不可能 现在几点 零长一点 那我可以告诉你 还有十个小时 南方局零三号首长 就要到达上海 她的安全是由我来负责的 并且 她要当着我的面 传达最新的任务 什么任务 你来告诉我电文的内容吗 如果你答应我的要求 让我亲手杀了丁明德 我就会把这一切都告诉你 我就会把这一切都告诉你 什么 你要借丁明德的命用一下 我希望你把大日本帝国的力 放在第一位 可你明知道 丁明德他是我的心腹 别说一个丁明德 就是你我的性命 在帝国利益面前 也要做出牺牲 如果你不愿意 我会把你的意愿 转告给吉田将军 走 走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走 好 刘先生 现在可以告诉我电影文的内容了吧 看着电文上毫无关联的密码刘福林心中顿时清楚 这是林楚风和云朵配合他假投降所采取的行动 刘福林忽然感觉鼻子一酸 这些年同生共死 他们已然默契到心灵相通的地步 这使他感觉到异常的骄傲和幸福 同时他也预感到林楚风和云朵将会营救他 这必然会带来重大牺牲 监加上那 liberty 最独立的故事 刘福林实施是在了这群也并arde 解释了该影 harmed 工程因为我已遂 limitations 也就是说 刘福林会把小野他们演到这儿来 然后和他们同归于尽 从宪兵司令部到这里来 有三条路可以走 你的代号叫沐鱼石 03号会接到你被捕的通知吗 不会 喂 我们所有的交通站都被你们破坏了 还没有恢复 要不然 保护03号首长的任务 也轮不到我身上 如果现在我们不出发的话 恐怕时间来不及了 游嫂 只要能抓到这个03号首长 你会得到你想要的一切 小野 谢谢你 能够亲手为我心爱的女人报了仇 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我猜小野他们可能会走这条路 为什么 因为我对小野的了解 他总是认为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 侧向车就是在这条路上被炸的 我猜他会走这条路 所以我们就在这条路上救刘福林 对了我想多聚嘴问一下 我们走哪条路啊 走哪条路 我是挺怕走 查测枪车的那条路的 为什么 是吗 也不为什么 就是觉得那条路不吉利 怕野鬼缠了身 是你心里有鬼 可能吧 抓到了一条大鱼 对 这条大鱼正准备带我们去找更大的鱼 那你可别忘了 鱼越大 刺就越大 一旦扎破了 这下可真是一种享受了 这种时候你还在说这种风凉话 梅志子 你这么久都没有闻到鱼腥味的 难道你就不想去看看吗 这种小尸本怎么还不来呀 一步着放上去钓 钓大鱼等着 来了 来了来了 这小尸本贪路的 扎 不能扎 等什么玩意儿去上头尸问路 先扎 扎扎扎 你同志一事啊当时 没 没扎准吧 哥 你们看清楚的是我 山哥 想找什么呀你们 山哥呀 咋是你呢 山哥 马哥咋是你呢 没事 看清楚了 是他拉的 你让我拉的 山哥 我以为你是日本鬼子呢 等等等等别别闹 小野就没走炸测向车那条路 那咋办呀 是林处方和云顿警 还在前面埋伏呢 赶紧通知去啊 走 李见到你们零三号首长 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这对于我们来说 将会是漫长的一个小时啊 对于你来说是漫长的 但对于我来说 它就是一个小时 刘桑 时间还早 能问你个问题吗 什么问题 你们有几部电台 小野军还在为 侧上车被炸的事情 耿耿于怀 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有两部电台 一部被你们缴获了 另外一部就在这儿 这真是个好消息 生命即将结束 刘复林却异常平静 虽然冷媒没有给予她爱情 但是却为她指引了人生新的方向 她觉得和冷媒一起战斗的日子 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能成为冷媒的同志 她死而无憾 你才明白 我还是不太放心 现在还会造成 你反正肯定是 可不可以 去吧 电台在哪儿 就在这儿 你是不是特别想知道 我为什么把电台 放在这么一个 无人看管的地方吧 我还想知道 侧向车被炸之后 发报时间 竟然持续将近两个小时 电文是什么 左站密码 共产党根本就没有 作战密码 那你也太小看 我们共产党了吧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我把那个电台 藏在哪儿了 请看 哈哈哈哈 ᴗ 我 组